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投资世界有大好友 几乎每次看到他说话 这位Jeremy Segal 都觉得美股是没跌了 只可以买的 另外当然也有大口友 每次看到穷爸爸 富爸爸作者青旗杉 都是说股灾的 这两年都是说股灾的 有人喜欢细水长流 价值投资界偶像股神巴菲特 他最喜欢看到股市回落就低了 更多散户喜欢炒上炒下 看跌就说大长沽 股市回调又玩大长金、大长银 如果想全面理解环球市场操作 就要综合股票和FICC的讯息 就可以无往而不利 做交易 没有必赢的方程式 但一定要有基本知识 买股票又要懂得获利 也要在适当时间懂得闪避 知道如何分配豪资组合 又会明白为什么有人会说现金就是垃圾 其实他可能跟你说你不懂 狗哥有超过二十年投资银行经验 由一六年底开始写Block做投资分享 2017年底开始拍YouTube 累计订阅人数超过两万八 点击率超过三百八十万 已经制作超过七百条影片 2018年开始教投资班 由实体班因为疫情转到网上教 同学骗布世界各地 2021年开始上Patreon 同时附带了 手机讨论组是每天跟同学实践的 经过几年的实践 终于让我终架到一套 好像以前训练投资银行的 新入职同事那样的教学方法 帮助一些真正想学习 希望将来可以独立处理财富的同学 达成他们的愿望 整个投资课程包括三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这四个投资班 逐一说 这个投资基础班 其实我就会当像学校的小学部那样 狗哥会教你认识 投资银行的内部架构 他们怎样在金融市场里找大钱 怎样从环球市场的角度出发呢? 其中包括了解股票市场 还有FICC 经常听这几个字就是 债券货币和商品 学习怎样用宏观的经济 和投资世界的组成框架是怎样的? 另外,我们还有两个班 价值投资班 和期指期权特训班 其实就有点像中学分 文科和理科那样差不多 分别针对长渣和短炒的操作 首先说价值投资班 价值投资班 大家会学习到不同的投资方法 包括我们会介绍股神指数 和其他股值的指标 配合技术分析 去找尋长渣短炒股票的机会 用分析工具去发掘庄家股的踪影 除了学习价值投资 也会等同学认识 投资ETF的好处 怎样分散投资呢? 期指期权特训班 学习一套只用手机 就可以跟专业交易员搏斗的方法 课程会针对散户常犯的错误 了解交易衍生工具最重要的风险管理 还有学习简单的技术分析工具 我们有一个Mr.BM 还有利用不同的交易模式 Local去做长渣短炒 这些都是我们不同的交易行动的代号 同学也会学习到怎么用期权去束缘一击 另外最后一个就是财富管理班 其实差不多等同于进入大学 综合了以前几班学习到的基本知识之后 就帮助同学去计划退休生活 认识FIRE就是财务自由 以及可以提早退休所需要的条件 了解并做好风险管理 学习如何做自己投资组合的基金经理 更早为自己和家庭计划将来 四个课程非常精简 但每个我们都会起码有150页的PowerPoint文件 就像用现在这种方式 在课堂上逐一讲解 也包括一些课堂讨论的录影 同学除了可以学习基本知识 也帮助发掘在投资框架内 更多的有趣资料 好,2021年初开始成立了Patreon的平台 这就是投资课程的第二个重要课室 T1级的网友会每星期收到独有的视频 包括了金融市场的宏观发展 以及判断趋势的图表技术分析 T2级更加包括了手机讨论组 我们分开了股票和FICC两组 课程期间同学需要参加这两个讨论组 增加金融市场的实践经验 将学到的技巧和知识 在日常运用 其实过去也看到不少同学有快速的进步 我们每天早上都有交易的笔记 方便同学做一些短期的交易 以及中期趋势的分析 日中也会有不少的讨论 比较相近的交易模式 寻找短炒的机会 比如我们看以前出现CPI 突然间单边走的时候 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呢? 也有这样的做法 像这个股票的讨论组 也会有一些技术指标的分析 也是同学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之后 在日常的按例去做市场趋势的预测 不定期我们会用股票筛选器 挑选中小型的股份做中线的买卖 希望在庄家股波动的区间获利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价值投资班 学到的技巧 另外,我们会有定期的视像研讨会 这个将会是投资课程的第三个课室 九哥会分享环球市场的宏观发展 尝试掌握金融市场的趋势 去发掘一些有前景的资产和市场 然后在投资组合做一些适当的调配 从而达至自主投资 做自己财富管理主人的长远目标 总结一下 我们整套的投资课程包括了有三部分 包括有四个投资班 针对不同的投资知识 第二,Patreon独有的视频和手机讨论组 第三,定期的视像研讨会 这将会是六个月的投资课程的学习内容 同学当然有需要的时候 也可以拉长或者缩短 学习投资从来都没有捷径 首先我们需要有投资的基本知识 然后在实战里面 争取经验然后去改进 定期观察宏观市场的变化 有需要我们就可以调整我们的投资策略 最后就可以达到自主投资 和做自己财富管理的主人 这一套是一个终身受用的投资理财知识 真正想学习 莫辞而 大家有兴趣的话 去这个QR Code 看看我们新的课程资料 有问题欢迎提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